你喜欢北京吗 东宇 不喜欢 车多 罗东宇想了半天 说 腰挺得太直 那为什么要来呢 几个做护士的姐妹 相约着来就来了 还能忍受下去吗 差不多吧 我之前写了一系列 关于北京的小说 但是那个 其实主要是写成城市里面的一个人 就是说 我的重心是人 城市本身作为一个背景 但是一直想着 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城市 我应该 盯着这个城市来写 人是一个配角 一直有这个想法 一部作品如果以城市为主角 必须还得落实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身上 所以有这么多的人 你看各个阶层的 有海归 知识分子 体制内的 体制外的 大学生 男男女女 各个阶层的人都有 阶层的复杂性 代表一个城市的复杂性 北京它是一个 现代化的 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都市 所以我必须引入一些 外面的眼光进来 就像余松坡 他是一个 一个海归导演 血液里面流淌着 跟中国有关的东西 然后同时又具备了一个国际的眼光 我想知道 不同的眼光交织之下的 这个城市是什么样子 对于余松坡来说 他在国外的时候 他可以专心做先锋戏剧 他从国外回来 到了中国以后 发现 一个人是不能从这种复杂的现实里面 独立出来的 中国的确是一个大国 它的那种复杂性 日常问题出现了 那么多的现实的问题 是我们的根本的一个处境 也就是说 这样现实问题 是我们每个人 你睁着眼 闭着眼 都是把你包围的 所以你必须一点点面对 他从国外回来 只可能短短的四五年的时间 他所面临的复杂性 复杂的内心世界 可能要比他在国外待很多年 要多得多 因为那个环境相对单纯 你缺少那么多的 正视自己和挖掘自己 否定自己 否定之否定自己 那样的机会 没有那么多 我们每天其实都是在这样活着 通过各种贴标签 给自己下半段 来不断地看清自己 认清自己 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东西是否有意义 但是同时 这个东西是否有用 每天我们都在这个 两极之间在煎熬 于松坡其实也是这样